欢迎来到关键看点 节目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按钮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节目了 谢谢大家 本期看点1 台积电市值超越腾讯 成为亚洲市值最高公司 张忠谋感叹 若当初买股票 如今能赚1000倍 2台积电能否对华为订单自由出货 有了最新回答和表态 3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打造 联发科天机8100处理器 强势逆袭 参数曝光 性能跑分碾牙高通笑容888处理器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据来自标普全球市场材质 基于可查询到的最新收盘价的数据 截至收盘 台积电在全球公司市值榜上排名第9 台积电已坐拥6000亿美元市值 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台积电取代了中国大陆的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在亚洲公司市值排行榜 位列榜首 截至收盘 腾讯市值约为5690亿美元 台积电 全称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987年 由被誉为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创建 台积电在成立之初并不被看好 因为当时的半导体巨头都是自己完成从设计生产到测试封装的一系列流程 而张忠谋却大胆提出不生产自己的产品 只为半导体设计公司制造产品 打破了原有的芯片生产链 并由此开创了半导体专业代工的先河 1994年 台积电在台湾证交所上市 2000年 台积电并购十大半导体 体量急剧增大 2003年台积电和赫兰阿斯麦合作研发出世界首台禁末式光刻机 2008年 台积电在40纳米制程工艺出炉头角 2012年 台积电13.8亿美元入股阿斯麦 拿到先进光刻机优先供货权 随着台积电一步步冲破集成电路限宽造成的生产限制 它的财富帝国也在一点点积累壮大 尤其在全球缺新的背景下 台积电更成为相拨拨 其2021年第四季度业绩显示 受用于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芯片需求提振 2021年10至12月 销售额同比增长21.2% 达到4381亿台币 约158.5亿美元 净利润同比增长16.4% 达到1662亿台币 销售额和净利润均创下季度新高 2021财年的全年销售额增长18.5% 达到1.5874万亿台币 净利润增长15.2% 达到5965亿台币 均创下全财年新高 今年初台积电已坐拥6000亿美元市值 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自去年12月15日以来 台积电市值持续高于腾讯 难怪就连张忠谋都要感叹 如果35年前成立时就买入台积电股票 如今能赚1000倍 最新消息称 台积电又赢得了苹果所有5G射频芯片订单 该芯片最快有望应用于今年 推出的新一代iPhone14 下面来关注看点二 台积电能否对华为订单自由出货 有了最新回答和表态 书记显示 华为是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每年贡献的营收超300亿元 仅次于苹果 并且华为订单增长速度很快 而芯片订单多数都是最先进的制程 但由于芯片等规则被修改 导致台积电不能自由出货 于成东表示 麒麟9000等芯片暂时或无法生产制造了 进入2022年后 很多人都关心台积电能否对华为订单自由出货 毕竟华为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芯片 只要台积电自由出货 基本上问题都能解决了 能否对华为订单自由出货 台积电有了最新态度 根据外媒的最新报道 台积电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台积电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并完全致力于遵守宣布的新出口管制规定 另外台积电方面还表示 公司还有一套严格的出口控制体系 包括一个健全的评估和审查程序 以确保遵守出口管制规定 可以说台积电这样的表态相当于承认了其目前还无法自由出货 只要拿到了自由出货许可后 其才可以实现对华为订单的自由出货 另外芯片等规则被修改后 台积电就多次表态 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出货 甚至明确表示要和客户一起努力 但进入2022年后 台积电很少就自由出货发生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点 首先难度有点大 芯片等规则被修改后 很多企业都不能自由出货 即便是每起巨头也不例外 谷歌高通均是如此 虽然高通向华为出货 但仅限4G芯片等产品 而三星直接在美投资170亿美元建设3纳米芯片生产线 也没有获得向华为自由出货的许可 台积电想要实现自由出货 自然是有点难 更何况ASML的EUV光刻机 向外企中国分厂安装出货 都受到了约束 其次台积电不缺订单 芯片等规则被修改后 台积电失去了第二大客户 这没错 但台积电的订单量和营收都在持续增长 2021年更是创下了新高 数据显示台积电的订单已经排满 甚至都排到了2025年的2纳米工艺上 而英特尔为了获得台积电3纳米芯片的首批产能 更是采用了先付款的形式 另外高通 苹果等都将大量的订单给了英特尔 像高通的4纳米 3纳米芯片订单 苹果自研的5G 射频芯片等订单 可以说大量的订单涌入台积电 台积电已经修正了复合增长率 从原先的最高15%提升到了20% 足以见台积电是不缺订单 缺的是产能 所以进入2022年后 台积电就表示计划最高投资440亿美元 主要用于扩建6座芯片工厂 最后技术依赖 台积电的芯片制造技术领先 但也采用了美技术 先进的EUV光刻机就是最好的例子 数据显示 ASML的EUV光刻机出货仅百余台 而台积电就安装超50台 可以说没有EUV光刻机支持 台积电的技术和产能不会领先 三星那么多 而ASML的EUV光刻机采用了美国技术 要知道 ASML一半左右的研发中心 以及部分工厂都在美国 台积电追求的是技术领先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自然会有上述那样的表态 这也是意料之中 下面来关注看点三 采用台积电5纳米工艺打造 联发科天机8100处理器强势逆袭 参数曝光 性能讨分碾压高通骁龙888处理器 目前市面上安卓旗舰处理器发布了两款 分别为高通的骁龙8GENE处理器 和联发科的天机9000 旗舰处理器虽然性能很强 但近几年的价格也高得有些离谱 去年芯片厂商都推出过性价比的次旗舰芯片 性能只比旗舰芯片差一点 但价格却能压到2000元左右的价位段 价格非常的亲民 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而今年联发科抱着交个朋友的心态 又给大家带来了两款性价比旗舰处理器 联发科这次带来的旗舰处理器 分别为天机8000和天机8100 由于8100的性能数据更好看 不少厂商都决定把原定的天机8000处理器 都更换成了性能更好的天机8100 一位数码博主曝光了联发科天机8100芯片的核心参数 爆料显示 这款处理器采用台积电5纳米制程工艺 拥有4个2.85千兆赫斯的A78核心 和4个2.0千兆赫斯的A55核心 搭配G610 MC6GPU 配备与骁龙888相同的4MB三级缓存 跑分方面 天机8100的安兔兔综合成绩 突破了82万分 超过了骁龙888处理器 该博主还表示 天机8间系列放在终端市场很强 量产手机下个月亮相 其他厂商稍晚些 也会采用这款处理器 根据此前爆料 天机8000系列 包括天机8000 和频率更高的天机8100 其中 天机8100对标骁龙888处理器 天机8000对标骁龙870 此前发布的天机9000 则作为旗舰对标骁龙8站1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平安健康 别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你有读到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